地区的这个合作的一些重大问题 包括一些具体的项目 我们进行了很好的交流和沟通 那么在您和习近平主席的这个高度的关注下 中国东北和远东地区的合作 取得了一系列的这个成果 我和特努特列夫之间 也保持着这个顺畅的沟通 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那么我们会按照两国领导人的意愿 把中国东北和远东地区的合作 进一步这个推出去前景 今天早上 起初門 阿chy Doopnyov 目的cept疫情 里面的透辆 today 芷 Doopnyov 所以 表面 ユ Pyos 甚至没有您担任有偿steз关 inclu 整合之间的经贸关系 就像您说了这几年我们发展的很好 那么去年突破了一千亿美元 那现在呢习近平主席和您 跟我们制定了一个到2024年 要完成这个2000亿的这样一个目标 那我们的有关部门 正在跟俄方的有关部门 这个一起研究怎么样来实现这个目标 包括怎么样我们巩固或扩大 这个传统的这些贸易 那么怎么样 这个培育新的这种贸易增长点 包括怎么样发展我们很多贸易的新业态 比如说跨境电子商务这一类的 那么怎么样加强我们这个通关的便利化 来促进我们两国的贸易的发展 那么实现这个习近平主席 和您定下的这个到2024年 我们实现两千亿的这个目标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наших торгово-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вязей они развиваются тоже очень успешно В прошлом году наш товароборот превысил 100 миллиардов долларов США 我们知道 您和您一起建议的新业务 您和您一起建议新业务 并且您建议新业务 而且让我非常高兴的是 我们不仅仅是谈我们两国的地缘政治利益 有期和点 这也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从事一些具体的工作 取得非常良好的成果 也制定为未来的合作一些前景 而且文部落实这些任务 我也希望您这几天在 Владивосток的工作将会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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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